You'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If we change it You'll know how Nothing ever stays the same Once you let it Let it change 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PhotosRock 上次影片有介紹Barber130週年紀念塊 有釋出怎樣的單品 所以後來有去Felabita門市10套 10套之後真的覺得非常滿意 所以也入手了這次的戰利品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跟大家完整分享這次入手的Barber130週年紀念戰利品 同時有哪些點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待會在影片後半部跟大家完整分析 好那就今天在做點之前一樣 來介紹一下捐物TT OK今天搭配走的是秋季寬鬆質感 紳士混搭 首先 褲裝部分是去年秋冬季 UNIQLO U推出的 寬版卡其褲 再來 內搭 同樣是UNIQLO U ARIZM口袋T 皮鞋 則是 Prada SO Derby Shoes 再來 今天還有搭配包款 這款是 Bottega Veneta Intrachato Trouble Pouch 也就是Bottega Veneta BV他們最具代表性的Intrachato編織皮革的手拿包 我個人其實還蠻推薦一般男生如果不太知道要怎麼挑選包款的話 其實有時候選擇這種簡單的手拿包反而非常好做混搭 一般男生外出大多會期待的就是手機錢包鑰匙 以這個Size感來說反而非常剛好 開車外出啊或者是 平常騎車外出之類也都非常合適 騎車的話放在後車廂也很OK 最近我才給他做重新保養 所以整個狀態上來說也是非常耐用 唯一缺點就是手把部分 前一個主人用的比較兇 所以有很明顯的這種手提 跟這個折痕 還有一點修補的痕跡 除此之外其他外層的狀態上來說都是非常漂亮 那日常使用上絕對是沒有問題 另外他其實拉鍊兩側我們可以注意到 他有做這個手把式的設計 那這手把有穿動 所以其實你如果想要的話兩側可以自己勾你的背帶 那這樣子就瞬間變成是兼背包的那種感覺 依照你的需求做使用 基本上是非常耐用的一款設計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設計的 主拉鍊的部分 正面就有 Botca Veneta精緻刻印 拉鍊部分非常滑順 是採用瑞士頂級的 Riri拉鍊 這個Riri拉鍊的話 基本上就是 精品品白很常會使用的 這種專屬定制拉鍊 他的收納量算蠻夠的 內側的話 他有做夾層式的設計 旁邊有做一個 分層的設計 左側我們可以看到 他還有一個拉鍊內帶的設計 外側就有 Botca Veneta Made in Italy 的這個 皮膠 那收納量的話 其實 給大家看一下 像一般你如果放個 中型水壺 然後再放個錢包 或者是 再把手機放進去 夾層的部分 你也可以放你的 鑰匙之類的 基本上收納量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空間還很足夠 而且包款的部分 基本上他們 Botca Veneta招牌 Intrachato Leather 這種編織皮革的話 絕大多數都是採用 Coff skin 小牛皮 或者是 Lamb skin 小羊皮 這款的話是選擇 比較柔軟舒服的 Lamb skin 小羊皮 材質來做編織 皮革方面 當然是非常 細緻漂亮 跟大家簡單分享 這款日常混搭上 非常實用的 BV手拿包 最後外套部分 就是今天混搭重點 今天搭配的是日本 17 Burberry Multi Pocket Coat 也就是Burberry推出的多口袋 天鵝絨蜂衣 這款在年初其實也有介紹過 隔了好幾個月 終於又找到一件 一模一樣 狀態更加漂亮的一款 整體面料是採用Burberry招牌的 Gabadin 防潑水協紋面料 外層面料的觸感非常 輕膚舒適 整件外套非常輕盈 看起來是大一式的設計 可是實際上非常輕 完全沒有厚重的感覺 畢竟是Multipocket多口袋 FN1設計 這一件最大的特色就是 多口袋的設計 首先上方兩側就有 Warm pocket 保暖口袋的設計 上方的兩個保暖口袋 你用不習慣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使用下方 如果你身高比較高的話 就可以使用下方的 雙側保暖口袋 下方的這個Warm pocket 設計的相對也更加深 冬季使用上 你可以把你的手套塞到裡面 也是非常方便 除了Warm pocket部分之外 還有 正面下方兩側 最大的 掀蓋口袋設計 所以光是正面的話 合計就有六個口袋 左胸內側 也有一個 暗戴式的設計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 腰側部分 內側都有這個 抽層式的設計 所以你如果想要 輸入一點腰身 穿出比較俐落的感覺的話 就把它縮緊 非常方便的設計 扭扣方面 這一款是採用 四扣設計 同時 都是選擇 Burberry招牌 內刻印 質感扣 袖口這邊也是採用 Burberry的內刻印扣 拉鍊部分是採用 Burberry招牌 同拉鍊設計 狀態也是維持的 非常順暢 自然 再來 這一件最具代表性 就是 內側的 可拆式 天鵝龍內裏 他的這個 內裏的部分 全部都是採用 Burberry招牌 的Novachec 狀態也是維持的 非常漂亮 完全沒有任何破損或物質 內裏的部分 是採用80%的 Dong天鵝龍 混了20%的 Small Feather 趁機跟大家分享一下 Dong跟Feather的差別 Dong指的是 天鵝龍 也就是 取自 天鵝他的脖子 到腹部的這一段 非常稀少 柔軟的這種 團狀的羽絨 那Small Feather的話 則是指 天鵝的 小羽毛 也就是取自天鵝 羽翼周邊 那有帶根的 那種一條一條的羽毛 而且是選擇 比一般Feather 更小 更柔軟 復原性更佳的 這種高品質的羽毛 所以稱之為 Small Feather 所以這一件的話 基本上內裏 全部都採用 純天藍的 天鵝龍 拖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內裏的部分 他真的是 做得非常漂亮 其實拖下來 我們就可以注意到 內側整個都是 標準的 Novatrack的溫 同時上方 就可以看到 Burberry招牌刺繡標 他的拉鍊快拆式的設計 其實拆卸真的非常方便 你就拉鍊一口氣 拉到底 就OK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內側 是不是 就可以看到 很蓬鬆 輕盈的 天鵝龍內裏 非常舒服 好滿 內裏的部分狀態 幾乎是進行平等 完全沒有任何破損 或是污漬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拆開來之後 內側 其實也是有斷面內裏的設計 上方同樣也有 Burberry招牌刺繡標 手臂內側 也是採用這種 撲棉式的設計 所以實際混搭上真的是 非常舒服 秋冬季 你就把內裏裝起來 春季的話 你可以把內裏拆掉 直接穿外套主體 日常搭配 可以當作是 簡單的 春季風衣 也是非常實用 一般日常混搭 推薦可以扣上排 第二顆就好了 這樣插個口袋是不是 非常自然 好看 快速給大家看一下 拉鍊拉起來全扣的感覺 好拉鍊拉起來全扣的感覺像這樣 天鵝蓉的這個保暖發熱性 真的是 最天然最舒服 蓬鬆舒服性 非常推薦 天氣在冷的話 你可以立 脖子也可以保暖到 非常保暖舒服 所以這一件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 台灣天氣 甚至是你穿去下雪的地方 也是非常合適 狀態也算是維持得非常漂亮 尺寸方面基本上 一般 平常穿L到XL都非常合適 算是最黃金尺寸的Size 日常混搭絕對是非常實用的 一件 多口袋天鵝蓉風衣 跟大家分享 最後飾品的部分 左手一樣是 Prada Hull Speed Bracelet 那右手的 同樣是 GUJI的 925純銀 Boltrin Bracelet OK 那今天整體搭配就是用這種 寬鬆的風格 寬酷 搭配 寬鬆的這個 天鵝蓉風衣 最後再搭配 BV手拿包 基本上就是這樣 寬鬆自然的感覺 在 現在台灣天氣 絕對是 非常足夠 跟大家分享 好 簡單介紹 馬上記錄今天重點 跟大家分享 我這一次入手的 Barber130週年紀念的戰利品 這一次入手的就是 登登 上次影片也有提到 我這一次 最想入手的就是 Barber130週年紀念的 Spey Jacket Spey的話 基本上他的設計 上次都有提到 上次我完全忘記提到的就是 他們130週年最大的特色之一 一般扭扣的部分 外圈就是Barber的刻印 那在第一顆 這邊 多加了130 的這個刻印 就代表130週年紀念的一個 非常 小的細節 這種很細緻的小的 我個人是最喜歡 逆體的部分選用這個 已經絕版的 Jazz Golden Tartan 全新的Jazz Golden Tartan 其實原來色調上 是這麼漂亮 尺寸方面 這一次我是挑選 XXL尺寸 去Bella Vita 10套的時候 他們最大的尺寸 只有XL 那XL以我的身形 實穿上 其實就是一個 剛剛好的寬鬆舒適感 當時是穿 這件T恤去10套 後來就想 如果冬季想要搭配 針織山的話 應該是XXL的感覺 會比較自然 既然網路上還有XXL 就趕快在網路上 入手XXL的尺寸 而且這一件的話 其實我個人 收到最開心的點 就是 有沒有注意到 Barber標這邊 這一件 當時製作的時候 還有 2warren 時期 現在因為 伊麗莎白女王過世 再加上 查爾斯變成國王 原先的皇家認證都收回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Barber有 Royal Warren的這種設計 像這2warren的設計 也比沒有皇標更加好看 另外就是下方這139年的紀念標 另外這一次 網路上購買的話 他有口氣送了 3個徽章 今年最大特色的就是這個 130週年紀念的徽章 不過因為他是圓形的 我個人沒有非常喜歡啦 這樣子擺在這邊有點太突兀 我應該還是會選擇用最經典的這個 四方形的 那我個人是喜歡把它掛在 左側 跟領執的縫線做平衡式的這樣子 別起來會蠻好看 另外他網路上購買也有附贈這個 Barber與靴的這個別針 也蠻可愛的 廢話不多說 待會就直接10套給大家看看 好 10穿Size感是這樣 其實 XXL真的是 對我的身型來說 非常完美 原先比較擔心就是 在他的繡長部分 我怕他會太長 實際穿起來的話 倒還好 袖孔內側的話 他有做這個 伸縮彈性的 擋風扣設計 那如果怕風灌進去 你就把它扣 內側這一顆 版型設計上來說 真的是 非常完美的Size感 剛剛好的 衣裳 基本上XXL的話 我覺得他的衣裳 看起來 最自然 內搭的T恤來看 你看是不是露出 最完美的衣裳 這樣的衣裳 插口他也 最剛好 而且剛好還可以顯露出 這一件的 這個俐落比例 以我身型這樣混搭 就有增高效果 直接拉長腿部比例 那種感覺 新品的Barber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味道 我自己很喜歡他這一件的 Olive Green 非常深的這種 飽滿色澤 搭配這個 130多年才有的 淺金色調的燈心龍靈 是不是 畫面平衡上來說 非常好看 而且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他的這個 側邊的那種感覺 Speed 的話 有一種 很自然的 這個寬鬆感 是不是看起來 更加蓬鬆 其實在 身形的修飾上來說 也非常好看 雲搭上真的是 很符合現在的流行趨勢 越穿越俐落 同時 還是保有一定的 寬鬆感 快速跟大家分享 Speed 的設計 DETAIL 上方雙側兩個掀蓋口袋 設計的也蠻深的 Speed招牌的掛勾式設計 他們畢竟是釣魚 為設計考量 這邊的話 我自己日常混搭會比較想要放眼鏡之類的 掛起來蠻自然的 原先是要給你掛 釣魚用具 左側這邊 也有一個掛勾式的設計 就是合機有兩個掛勾 然後兩個竹口袋這樣子 內側左右上方 都各有一個魔鬼簪的 暗袋式的設計 下方 左右都有這個最大的 防水內袋式設計 而且他也有做魔鬼簪設計 這個下方收納量真的很大 你可以放平板 放 一本小說 放漫畫之類 絕對都OK 左側下方 全部都是 那右側也一樣 整個都是防水內袋的設計 所以雖然 SPEY版型看起來很極簡 口袋好像沒有 其他版這麼多 但其實收納量來說 還是非常實用 今年秋冬季我的主力BOBER 應該會很常穿這款最新的 130多年紀念款 基本上日常搭配 扣上牌第二顆這樣 是不是 也看起來很休閒自然 快速全扣給大家看看 這款同樣也是招牌的 雙頭拉鍊設計 你看全扣之後 有沒有看到下擺的寬鬆度 維持得非常寬鬆 所以完全不會緊繃 側邊還有一種 翹起來的那種自然的感覺 那這部分就是這種 釣魚外套版型 最具特色的地方 不管怎麼扣 怎麼搭 或者是沒有扣的情況下 都可以注意到 金色的燈芯龍裡 遠處一看就知道 這一款也是 130多年的限定款式 天氣冷的話 如果需要你也可以把它立起 立零 然後扣上這個立零後 秋冬季使用上真的是非常保暖 那騎車也更加舒服 像今天搭配的BVE手拿包 是不是 以這樣的搭配混搭上來說 非常自然和諧 那整個搭配的完整度 就更加完美 看你要拎著 或者是這樣 放在腰側 夾著 是不是 都很自然好看 SPEI 版型 SPEI 版型 個人是非常推薦 跟大家分享 OK今天就是快速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入手的 Barber 130 周年紀念款的 這一款 SPEI 版型 剛剛有重新查了一下 SPEI 版型 目前台灣全部都完售 那如果想要的話 可以找國外的官網來做入手 這幾天台灣 才剛上架的是 Barber 130 周年的 Transport 版型 這部分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今年會 直接想要入手 130 周年 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今年剛滿30歲 那Barber他們130 周年紀念 這樣子30歲 買130 周年 年份的意義上 對我來說也蠻值得紀念 接下來也期待40歲 來入手 140 周年的紀念款 之後有推出什麼有趣的Barber新品 也會在 以後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好那今天介紹的 Barber 130 周年紀念的 日本台灣官網連結 還有今天 實際混搭的 BV 這款非常實用的 手拿包 還有今天搭配 Burberry Multipocket 多口袋 天鵝蓉 這款 封衣 另外還有 飾品的部分 連結方面我全部都放在下方 介紹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參考看看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類型穿搭的影片 或是公報的影片的話 再被大家發的分享 跟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因此滾類時常更新穿搭照也可以報到下 還有社會Book 蝦皮賣場 進行為三大新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逛逛 我是Rock 我們下期期見 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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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期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